日本星期六结束了有湄公河地区五个国家参加的高峰会 日本承诺在今后三年里为东南亚地区提供55亿美元的援助 星期五日本首相揪山游济夫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的开始之际做出了这一声明 参加峰会的领导人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 日本一直是湄公河地区最大的外援捐助国之一 湄公河地区延伸大约4800多公里 几十年来不断受到战争和内乱的破坏 中国也对这一资源丰富地区增加了投资 包括在老挝和缅甸建立橡胶园和开矿